这次粮缆的主题是《思路远翻红土展,汉墨宁桥驻梦园》 一共展出了来自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位华人书画家的152个作品 他们在创作这些作品的过程当中 因为知道是要拿到自己的祖国,祖籍国去来参展 所以把他们对祖籍国,对家乡的那种思念之情 那种丧子的情怀全都注入到法座当中去 这条件的本次展览将会持续到10月16号结束 接下来《注梦一带一路》系列报道呢 我们给您介绍的这个人,他不是船长 但是却可以称作是船长的船长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把目光聚焦缅电 最多的,比较集的资源的一种 就是定所,就把这个毛啊,放进去以后 那么靠近